你跟她竟然跟秋姊和解了 你有邀她說再去上春風春嗎 有啊有啊 沒有問題啊 因為昨天我們又玩那個抽住衣服好了 抽第一個就是雞 然後蘭蘭又在我旁邊 又抽到雞 我們兩個同時把那雞 往外丟 徐乃玲才剛和解楊秀慧 錄影又抽到雞和蘭蘭金呆 因為我去台中 然後可能我在高鐵站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掉 後來被撿到 我也覺得真的蠻難堪的 讓大家都知道 我有金牢卡了 徐乃玲日前後丟金牢卡 被網友撿到 不敢相信她已經65歲了 金乃哥和二字徐欣陽出席活動 也投漏掉卡原因 我想可能因為我在高鐵 我放到包包裡面 我整個拿出來 因為一大碟還有一些 其他的卡啊什麼之類的 拿的時候我掏心有卡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邊吊了吧 那他們在高鐵在撿到 我想應該就在高鐵那時候就吊了 那是你還吊過一大堆 被我們鄰居撿到 然後鄰居說 可以捐出去做供應嗎 然後我爸就說好 對啊 多少錢 超過三四萬吧 在溫哥華 大概有吊了好像一千多塊加幣 你看我都習慣把錢放在口袋 掏的時候可能掏什麼 那可能吊了你就不知道 我常常圍隨他 等一下這附近可以找一找 搞不好有什麼 拿那個老圓卡的感覺怎麼樣 我去護鎮事務所辦的是我 我覺得那種 那種心情 那種感覺 是以後你會知道的啦 哈哈哈 不是很複雜 很複雜 我一直是認為我 我還是個年輕小伙子 我的心態啊心情的各方面 懷心很重的人 那我喜歡開玩笑啊 露營我喜歡玩啊什麼的 哇 我去辦老人卡 他們也要看我的表情 還有呢我要拿那個 拿那個照片給他 那個當下 你就覺得是 時空 是是對嗎 我當年出道二十幾歲 那現在已經 六十五 真的不能想像 六十五歲體態良好 甚至呢他兒子胡穿衣服 乃哥也偷漏他的保養妙招 我幾乎啊 晚上沒有超過 十點半十一點睡覺 大家可能不相信 我這一輩子 我從來沒有吃過宵夜 然後我一天啊 大概就是吃兩餐 我現在有做重訓跟瑜伽了 By the way 乃哥日前和楊盛惠 在節目深淵 過了三個禮拜才和好 時候節目播出 不少網友覺得 乃哥委屈 根本完全沒有任何罵人意圖 後來他在玩同樣遊戲時 更心有餘技 趴趴的啊 那天我們在錄那個大神 就是那個麻將的節目 我特別要跟他講啊 沒有問題啊 不過昨天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昨天我們又玩那個 抽住院符號 然後曾國神那一隊 他就抽給我 然後他們要玩 又抽到那個雞你知道嗎 然後懶懶又在我旁邊 我們倆同一隊嘛 那他站在旁邊 一抽到雞 我們倆同時把那雞 往外丟 就是很妙啦 很妙 很多事情真的是 大家很好笑 笑成一筒 他叫他 變成一筏 王拿 espí 他也叫他 台詞